在全球来说 家族办公室至少管理了 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 超过了全球 整个对冲基金行业的规模 VC这个行业 它都没有到一个区里 高净职家办之间的竞争关系大吗 往往在很多时候他们会合作 特别是在慈善方面会合作 听起来好像很平易近人 我所接触的这些超高净职人群 我没有看到一个 好像是自以为了不起的 或者说鼻子冲着天的 没见到 也许他们的阅历比较丰厚 什么苦也吃过 而且也知道这个世界之大 而且山万有山 天万有天 人万有人 所以他们都很谦卑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近视角 我是坐标Boston的Elaine 通过上一期节目 大家一定都对高净职家族办公室 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整个内部结构 然后一些怎么样的人群 然后怎么样服务他们 其实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还挺不一样的 但是上期可能主要是 具体的讲了一下 没有讲一些特别的例子 那我今天就请回了 Selina和Lian 来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这个里边家族办公室 是怎么样具体的提供一些服务的 然后有什么样的意见意见 能够给听众朋友们 我想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 Hello Selena Hello Lian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然后上次Lian讲得特别好 然后就其实他光说一句话 然后我就其实有更多的问题 然后我就憋着那股劲 到这一期来 我们来继续问他一些问题 我就想很想听听一些具体的问题 因为他们公司也这方面也有七年的 上次说是七年的那个经验了 所以肯定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可以讲讲 然后我们都很好奇嘛 还有就是是不是我在好奇啊 因为你们设计的地区也不一样 上次你说的有old money 还有new money 对吧 就老钱和新钱新贵们都不一样 那是不是各个国家的高进制人群的需求也不一样 可以的 谢谢Ellen and Selena 是的 就是不同的背景 一家族的背景 他们往往对家族办公室的管理 还有他们的一些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需要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说 家族办公室是不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群体 没错 是的 家族办公室是一个很小众的 因为像上次说了 全球超过3000万以上的高进制人群 是差不多有4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但是并不是这40万个人群 就有40万个家族办公室 然后其中只有一部分设立了自己的家族办公室 因为它需求更高 但是从彭博资讯最新的一个报道 他就说到 在全球来说 家族办公室至少管理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 4 trillion 他这个4万亿美元的规模超过了全球整个对冲基金行业的规模 就是说家族办公室 他们持有的财富 这些少量的人群持有的财富 需要管理的财富超过了整个对冲基金行业 一个VC这个行业 PE VC就VC这个行业它都没有到一个区别 就没有到1万亿 但是家族办公室管理了超过4万亿美元 就是我就举个例子 这是第一点来讲 而且很多这些家族办公室 因为他们不需要向政府和监管机构汇报自己的运营情况 它实际的规模是很难确切估计的 而且有些富豪对自己的这种家族办公室 也起各种很隐蔽的名字 就让大家很难猜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马云和蔡崇信 他们合办的一个家族办公室 叫做Blue Pool Capital 就是中文翻译很多翻成蓝词 就是池塘的池 蓝词基金 他这个Blue Pool Capital 不只是为他家族投资 也为他们 比如说蔡崇信在纽约花了1亿8千万美元 买了一套公寓一城 那都我还去过 就是那是 就是他也通过自己的家族基金来买 然后他蔡崇信买的球队 也是通过这个基金 这个加办这个投资共渠道来买 这样的 我就举个这方面的例子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家办的风格 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欧洲 他们有一些家族的 家族的 原来不叫家族办公室 它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财富 一个家族的管理 它可能是从一八几几年就开始 而不是现在 所以超过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都有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但是欧洲目前最大的家族办公室 就是LV的 LVMH 这个group的 就是那个Bernard Arnold 就是大家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听大家都兴奋起来 有多少年 有多少年 这个没有多少年 这个没有 这资产规模 我可以跟你讲 它这个名字叫做 英文叫做 Finance Air A-G-A-C-H 它是一个法语 就是我这个 之后可以打给大家 然后它这个管理 它是Arnold家族 非死业之外的将近150个Billion 就差不多是1500亿美元的资产 他们的 就是1500亿 我就有这个数据的 这个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 那当然别的也有 就是比如说Zara Zara的这个家族 就是那个Amancio Ortega 它是那个 Indie Tax 是在西班牙的 Zara的总部是在西班牙 原来它是首付 后来被超约 它这个家族办公室 它叫做Pontegade Inversion 就是一个西班牙语 它是有超过540亿美元 这样的 就是私募股权 房地产投资都有 然后从我们 我刚才提到过 我们亚洲的 也有一些 包括就我们中国的一些 富豪的家族也都有 都有一些 不同的家族的 办公室的管理模式 然后这样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大家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家族办公室 它其实 它是非常 愿意 而且是非常 频繁的 跟不同的 私募股权基金 还有一些创投基金 还有一些创业公司 都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背后的这个网络 是非常紧密的 不是大家 觉得说 家族办公室 我关起门来做我的投资 它不是这样 它实际上是一个 在全球 这个金融网络里面 他们有 他们的一个 一个地位 在那里面的 因为在最终来讲 不管你是一个 私募基金 对冲基金 共同基金 任何的基金 你最后 你就要归结到 这个钱是谁的 是吧 你就是金主是谁 对不对 那你金主是谁 就是只有三类人 一类就是 退休基金 养老基金 保险基金 这些一些公众的 或者国家主权基金 这些你可以认为是 公家的基金 那一类金主 就是这种 就像我刚才讲的 家族办公室 这种超负 人群的资金 那另外一类 就是公众的基金 就比如说大众 平民大众投资的 这样的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 我们可以认为是 一个金主的一部分 所以在过去 五年十年 像Blackstone 像KKR Carlio 这些公司 他们也专门成立了 这样的部门 就是对接 这些家族办公室 还有财富 高端财富管理机构的 就相当于 向他们募资的 这个团队 以前他们只会去像 比如说 纽约州或加州 退休基金去募资 像那个 耶鲁大学 是哈佛大学去募资 但是现在 他们也会向 这一类的客户去募资 这样 那我有个问题 这些高竞职家办之间的 竞争关系大吗 它更多是一个 合作的关系 我认为 从我们所看到的 更多的是合作 就比如我举个例子 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它其实并不存在着 我投资这家 我就希望你那家不 最后亏钱 它没有必要这样做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投资了 大家共同投资 大家都赚钱 是好事 双赢 对不对 一个家族 很少 我们没有见到过 有哪个家族 我做一个投资 我希望我赚很多钱 但是你投的 你不能赚钱 它不会这样 所以它很少有这种 从投资角度的 一个竞争的关系 但是往往在很多时候 他们会合作 就比如说 特别是在慈善方面 会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说 像我刚刚提到的 洛克菲勒 慈善管理机构 他们的客户非常多 是因为不同的家族之间 包括日本的一些家族 还有欧洲的家族 美国的家族 他们都对 假设说 对这个ESG都感兴趣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感兴趣 那他们想合起来 做一件事情 但是他又不想 自己出所有的钱 那他就会 拉着别的家族 一起做 是不是你也想投一点 或者你一起来做 那大家把这个钱 扑在一起 去支持这个东西 这样的 就是合作 是非常频繁 而且他们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会建立这种 就是家族 跟家族之间的关系 那实际上 在每一年 那这个当然 我就说是题外话 就是在每一年 这些 这类人群 他们的 都有一些固定的活动场所 还有活动 很多人都会去参加的 那对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月大部分人群来哪里 这个月大部分人群来哪里 我都知道 然后你想去 跟大家 就是 拓展一下关系 Network一下 你就可以去 我们知道 就比如说这一周 就上周 就这一周 很多企业的CEO 还有那个高管 都去了美国一个地方 叫做Sunnyville Idaho 我们中文翻译叫太阳谷 都是到爱达州的 这个太阳谷去 那个小镇只有1800人 但这一周 有几百辆四轮飞机飞过去 每天都有 像苹果呀 脸书啊 马克扎克伯格 这些人都会去 都会去 然后这些 当然同时 这些富人也都会去 跟大家 Network一下 所以这一周 大家都在那里 就这个 所以很多富人都会有Networking 通过这样组织的活动 是吧 对 这还挺有趣的 所以那加班 主要是以合作为主 那怎么样有 差异 体现 差异性呢 就是说 他家的加班 和他这个加班不太一样 我应该选谁的 有这种顾虑吗 没有 因为他们并不存在 就是说我们选谁 因为他也不需要客户 他就管自己的 管自己的事情 这个就主要就是说 因为每个家族呢 他都有家族的一个传统 比如说我是意大利的 我以前是做车的 或者我这个意大利 我以前做酒的 或者是我是LV 我是做这个奢侈品的 那么我是科技公司 像阿里这个团队 还有那个张一鸣的家族 还有那个中山山的家族 中山山的加支办公室 现在国内很难 很少人报到 还有一个加支办公室 实际上是以私募基金的形式成立的 它叫做官子基金 官 官云长的官 那个子 就是子女的子 叫做官子 我们也跟他们有过overlap 有过接触 像你刚才说 LV的 然后还有西班牙 Sara那些 我在想现在 因为可能他们在各个国家 也有不同的资产 或者分公司什么的 你又提到了那个合作 那他们会说是在每一个国家 有一个像您公司这样的 然后合作呢 还是说会让一个公司 去管理不同国家的一些资产呢 这要看 这要看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单一家族办公室 它不会设太多的网点 就不会像我们这种联合加办 在主要的城市 我们的目标是未来在主要的大城市 我们都会有 现在我们欧洲还没有 那美洲和亚洲都有 但我们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点 但是很多的单一家族办公室 它并不需要说在全球都要设计自己的网络 但是他们的关系肯定是global 肯定是全球的 就是说他可以不亲自去 或者有雇员在那里 但是他可以动用 可以动用的关系 是全球化的 但是有一个家族是例外 就是罗斯柴尔的家族 罗斯柴尔的家族 这个家族的死率是 它算是跟洛格菲勒一样 都算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前的家族 他们的网络在全球是比较广泛 而且很深厚的 他们这个家族 它就不是一般的家族办公室 您说的这个网络的具体就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认识他或者得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像一个集团公司一样 就相当于说 他在全球都有分子机构 比如说他在各个国家 主要的国家金融中心 他都有他的私募投资机构 有他的投资银行 有他的财富管理机构 他们有专门在不同的地方 这样的 大概了解了 那我们那就是想到说 那您为什么想要成立一个这样的 一个家族办公室这样的一个业务呢 你是怎么突然间想到要做这个的 因为我觉得我上一期也提到过 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做企业的服务 辅导企业做不同的东西 我们自己也做一些投资 但是随着这个不断的有工企业 成功上市或者是说成功退出 我举个例子 我上次也跟Selina讲过 我说像我们奥创加班 在2023年上半年我们有五家公司上市 我们预计下半年有三家公司上市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团队亲自辅导 亲自参与的公司 有的时候可能 有的可能窃入比较深一点 比如服务了三年四年 有的可能窃入可能一两年 但是他们等下这个团队他们就是有心腹生产出来之后 他们就会有一系列的需求 但这个目前来讲 能够有这个资源 有这个能力 还有这个兴趣去辅导 去辅助他们 去为他们服务的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空缺 实际上是空缺 没有并没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机构在那里给他们提供这种服务 然后他们就往往给他们提供这种一战式的服务 我更加确切来讲 就是说他只要找到我们 他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会帮他们处理好 否则的话 他们为某一件事情 他要找不同的人 非常不有效率 就效率非常低 比如说他要买个房 他要找个人 他要做个信托 要找一帮人 而且他也搞得很烦 最后也做不好 而且往往 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专业的机构 你可能经常走弯路 甚至做错 你们可能在网上也看到 有些人设家族性都没设好 结果像白色一样 反而就四倍功半 这样就不好 然后我们会提供他一些专业的意见 而且这些服务 都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这个听起来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很复杂 很复杂 所以我就想说 想了解一下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骄傲的一个案例 然后例子 然后你可以深入地跟我们讲一下 你也提到了有五家公司要上市 那么就可以讲一下 比如说从开始如何认识他们 然后帮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讲一下具体的例子吗 可以呀 例子就是我们服务了新加坡的最大的机器人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他们在新加坡也拿了不少的投资 也创业了七八年 然后他们是想到美国来上市的 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只是一个IPO的需求 然后我就这是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接受他了 就他到纽约来 第一站就到我们公司 跟我们聊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先从他这个企业开始服务 然后香港 新加坡的淡马系 也是有意愿给他们投资 但是他们拒绝了 然后我们就接着 就跟这边的投行 大的投行一起合作 跟他们一起服务他 帮他们融资 准备上市 然后做策略 然后这个公司收购了 欧洲的 库卡 就最大的机器人公司 库卡的部分业务 大家可能在这个行业 不一定知道 库卡是全球前三大的机器人 机器人公司 KUKA 德国的 中国的美帝 是现在是库卡最大的股东 这是非常轰动的一个 欧洲的收购案 这家公司收购了库卡的业务 在整个的 在法国 还有德国的业务 新加坡的业务 东南亚的业务 在美国 他们也在退出 他们的业务 然后所以我们对他这个企业 进行一个全面的服务 然后同时呢 这个CEO创始林总 他是一个华裔 但是新加坡人 他也有他个人的需求 比如他有三个小孩 他小孩要到美国来 接受教育 第二个小孩感兴趣来 因为他们在新加坡都有 高中毕业之后 都需要参加兵役 就像南韩一样 是每个小 每个南韩都要的 他兵役完了两年之后呢 他当当于高中毕业 做了两年兵役 这样离开学校很久了 当然他可以留在新加坡 读大学 也有录取通知 然后通过他来纽约之后 他觉得美国 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团队 就帮他们安排这件事情 他已经在美国 现在已经在纽约读书了 本科读第一年 教育方面服务 然后他林总本身 他也提到了 我以后我要做一个 全球的资产配置 虽然他的总部在新加坡 个人财富也在新加坡 因为现在很多人去新加坡 建立家族办公室 那他是新加坡本地的 然后跟新加坡的政商关系都非常好 他被评为2022年新加坡企业家 年度企业家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被新加坡 那种纳斯达克为了欢迎他 还在那个时代广场 那个屏幕上都打出来了 就祝贺他 希望他以后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然后他个人的事情 也跟我们这个团队一起商量 然后我也给他提一些建议 比如在美国的投资 在欧洲的投资 然后甚至我们 因为我们他比我年纪大一点 甚至我们两个人坐下来 我还要给他提建议 说大家退休之后怎么办 大家一起去哪里玩 就是说你应该干什么好 因为他喜欢他很运动 他50多岁 他三个小孩跟他都是跑 二三四公里 二三四公里每一次 都是跑步骑自行车 非常运动 非常每周末都去跑步 而且听起来好像很平易近人 就是对 他就是可以和普通人一起去 当然你不是很 你不是已经超过普通人了 但我又感觉听起来 他好像可以很 普通人打成一片 生活也有跟普通人 比较接近的一部分 但他们这个公司一开始是 那他是New Money吗 新贵 他不算是 但是他已经是 之前他已经有一家公司 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至少他从创业也有二三十年了 但是他是靠自己 他没有家族 他没有什么爸爸妈妈 那很厉害 靠自己的 靠自己的 他父母也是新加坡人 靠自己的 我就这个例子就让我感觉到 我们的业务 虽然讲起来是分独立的 但实际上 他们的背后 是有各种关系在里面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这些银行 你在银行里面 你开了一个支票账户 或者说存折 他又会向你卖信用卡 会帮你 让你去买房屋保险 那我们中文 那个英文就叫做 cross selling 我们中文就可能就叫做 就是交叉营收吧 交叉销售这个业务 我们也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作为一个家族办公室 我们有金融部分 教育慈善部分 当然有些部分 我们是不为了赚钱 比如慈善 我们也不收任何人一分钱的 我们只是帮他做这件事 对他们有做慈善吗 正好你知道 有有有 他们在新加坡都有捐款 而且是他们是新加坡 几个这个慈善 比如说教育啊 小孩啊 环境这些慈善机构 他们都是很大的一个捐赠人 哇真的是 他们又注重健康 也注重慈善 我觉得就是已经非常成功的人 他们追求的就是最高的 马斯洛夫的那个需求 就已经不是我们这种层次的 其实呢 其实在我星期一 就是后天早上 就是一个本地老前家族的 帮一个原来曾经做巧克力的 很出名的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家族 他是他的CFO会来找我 就是帮这个家族办公室 他们的家族办公室 他们是个单一家族办公室 什么巧克力啊 我还很喜欢巧克力呢 我忘记名字了 就是这玫瑰这个巧克力 他这个家族就做了几十年巧克力的 呃七十年吧 呃一个大家族 那老人家去世了 但是他是他们的附诊的 星期一会来找我 我就举个例子 像他这个老人就是 就是欧洲人啊 然后呢 我们会嗑咖啡 呃他比我大年纪大 从我的感觉来说 到目前为止 我所接触的这些 呃 所以说超高净子人群啊 或者不 其实不只是超高净子人群 而是这些家族办公室的掌门人也好 负责人也好 他们这个首席投资官也好 到目前为止 呃 我给大家说一个很浪漫意外的吧 我没有看到一个 没有看到一个好像是自以为了不起的 或者说鼻子冲着天冷的 没见到 每一个都是非常平易进的 呃 每一个 one hundred percent 我真的不愿意 因为这个说出来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哈 这是真的 真的 就是自己成功了以后 想到要有更多的追求 就是不断的变成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人 还是说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崇高的人 崇高的性格帮助了他不断的成长 从马云身上 我觉得马云就是一个很崇高的人 对 嗯 嗯 因为这个别人的经历 我很难去说一概而论 嗯 但是就算是从我们中国接触的中国这些 呃 心腹 就是说比如创业成功的 新加坡的 呃 亚洲这一类别的哈 呃 也许他们的阅历比较丰厚 就相当于说什么苦也吃过 他也 而且也知道这个世界之大 是吧 而且山万有山 天万有天 人万有人 啊 所以他们都很谦卑 啊 就是说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好像很了不起 很少 这样 嗯 我没有见到 所以说实话 我真的是没有见到 也没有看到他们会说 会骑死我们中国人 亚洲人 就是跟你感觉 因为你要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 如果一个人 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 你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就是说而且你非常开心 这个人一定在情商 智商上面 是你智商 你知道吗 这个听到过 他也听到过 向下兼容 他是向下兼容 这不是知己 不要以为人家是跟你知己 其实人家情商很高 因为对他们来讲 我不需要今天就穿一个什么 爱马斯 和美斯的那个衣服 或怎么样出来炫耀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impress你 他也不要说让你觉得他厉害 根本就不需要 而且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 他就是觉得说 我们要开开心 做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 这个企业很好 他能够在空气当中 就是提取水分 我们这个项目做过的 他们就是有一种 有个公司 就是在空气里面 extract water 就把那个水 从空气里面凝聚出来 然后就变成可以饮用的水 有一家以色列公司 做这个 然后有一个家族办公室 就委托我们跟他们联系 他们要支持这家公司 然后把这家公司 这个东西运到非洲去 他也不是为了赚钱 他们就觉得这个很感兴趣 他们就会去做 其实我能说了这么多 就是我觉得还是很 我从公司的角度 或者中产阶级朋友 听众朋友角度 就是您从加办的角度 会给个人理财投资方面 有什么意见吗 就是说 也有 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理念 就不是说具体 你说买哪只股票 买哪个基金就会好 其实我觉得 对于他们来讲 和一般的家庭来讲 有一些理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们也是很尊重教育 提升一个人的认知 不断地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不是说 我一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 但可能很多时候 表面上是这样 他其实真正不是这样 很多父母 当然我不是评价父母 因为很多父母 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小孩 你要学什么 学这个学那个 考这个考那个 你要进哈佛 但他自己不学习 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比尔盖茨 每个月都要看一本书 而且我在他的mail list上面 他有一个叫做Gate Notes 他每一个月 他都会给他这个 他每个月就会发 这个月看了什么书 这个季度什么书 他不断地学习 他现在已经够 他离开那个微软 那个董事长 CEO的位置都十几二十年了 他还是这样 就是一种习惯 我们在哪去找到 比尔盖茨的那个reading list 我会发给你 是公开的吗 是公开的吗 你可以subscribe他mail list 你可以在他那边 那我们的听众们一定好奇 大家都是好学的小朋友们 他就叫Gate Notes Gate这个是他们的网站 G-A-T-E-S Notes就是 就是写Notes跟Notes N-O-T-E-S 你在里面把你的email打进去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星期我去了非洲 我做了做了什么 这个月我读了什么书 我推荐大家这本书 我怎么样 他就非常close 我都给他email过 哇 对这个我觉得 大家都很感兴趣 然后我自己有个 很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您肯定 你刚也提到过自己 什么很多经历嘛 就要跟不同人去聊天 然后您也在上一期节目提到了 其实这个高净值加班呢 其实是跟人的一个交道嘛 就起觉于信任 那你是怎么觉得 维护这段关系 让别人信任你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人家也是CEO 或者CFO 他们看人也很准 就是说 怎么样维持 就获得他们的信任呢 还是说这个东西 主要来自于推荐和以前做过的一些项目呢 是这样 如果你光靠人家推荐 你这个就不长远 你自身 要有自身这样的能力 你要有通过 走更多的路 看更多书 你就见更多的人 你就要有一定的内涵 跟人家谈得来 他要讲什么 你也知道 你的知识面要比较广 跟他谈 但是回到一点 最终还是一个做人 你不要说太过功利 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特别像他们来讲 他们 如果你说一个非常激进的 要给他推销保险的 或者是说要给他做什么的人 他其实很烦的 不要说他 我们自己碰到这样的人 我们也会很烦 因为我们 所以你首先要从交朋友开始 然后你要很小心的 就像很细心的 不说小心 很细心 很耐心的 听他有什么故事 他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在未来 你就会发现 他可能有什么需求 就比如说这朋友 他说我要在纽约 买一套700万的房子 或者怎么样 他就会讲 然后 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到他 就帮他 帮不到 那我们就告诉他 你在哪里有这样的资源 就你保持一种 为人民服务的心态 基本上这样 然后你长此已久 当然就跟不同的人学习 这样的话 因为你很难说 从某一点上 人家就会愿意跟你打交道 你要从全面的角度 让人家觉得 我跟你很谈的来 我下次我还会想跟你喝咖啡 我不会觉得不高兴 然后 对 你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你另外一点 就是说你做事 一定要有头有尾 而且是说保持一种比较平静 你不能说 现在我刚刚认识他 我就跟他非常的火热 过了一段时间就凉掉了 然后两三个月也不问一下 那也不行 你要保持一个比较 就是朋友的关系 大概懂了 而且互相尊重 你不能因为说他比你富有 他比你钱多 我就要就是说很低微的 就把他做事 那你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他们也是 不卑不亢 就那种 这个很重要 你就是很有钱 逼人那样 我见多了 是吧 你算什么 我也不会说 因为那样 人家也不会这样 人家也不会跟我 跟我去高傲 是不是 这个意思 他一般这些人都没有 非常的谦虚 而且这些人 我会 包括新加坡 这个 这个 这个CEO 我随时随地 给他发个 WhatsApp Message 他基本上 在15分钟之内 就会回 就算是在开会 真的 他们就是有这种习惯 就是说 他觉得不回你的 很不尊重 有一次 有一次 我们约会吃饭 就是他带了 另外一个新加坡的 他看错了 我说的时间 我说是明天早上 在哪里喝茶 他今天就去了 然后在那里 打了我好多次电话 因为我那天 我正好是 在另外一个会上 我把电话关上 他也没有生气 他就跟那两个人 在那吃完了 就走了 就是他也没有换地方 他说你介绍 那个点心点 不错 在纽约 然后之后 我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看错了 虽然是他的负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没有接 因为我在会上 我也没看到 我手机 一两个小时过了 他吃完都走 所以 所以他也没有生气 就是说 我就举例是说 有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种 换位思考 这种心态 你要理解 人家可能是有什么原因 做了某种事情 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 那么快去 Joy a conclusion 就是说得出一个结论 人家是生你气 也好 不喜欢你也好 或者跟你闹了矛盾 你不要去多想 也许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也许到那天就病了 所以你这样的话 长此已久 你就就是说 个人打交道 你就会有一种 就让人家觉得 很舒服的感觉 这样 作为为止 我觉得我就是自己 个人的感受中 也有这样子 我非常认同 我有遇到过 非常成功的人 也确实都是 情商特别高 他们就 我不知道 一方面是与生俱来 他们就是 很成功 很善良的人 还有另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也在 不断的 就是提高自己 与人沟通方面的能力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回归到 我们听众朋友们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 还是普通的中产阶级 或者是打工的人士 那我们聊的话题 非常有趣 我想想问一下 就是从 几个角度来问 一个是 您觉得 如果我们要从事 或者加入一个 像您这样的公司 或者自己以后 去创业的话 你觉得 什么样的人适合 其实有些人 就注定了 就不太适合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可以的 其实呢 就不一定说 大家都要去做 家族办公室 但是这个财富管理 这个行业 从整体来讲 是缺人的 在中国也缺 在美国也缺 而且在美国和欧洲 就更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财富管理 这个行业 它是个所谓的 financial advisor 服务这些 中等富裕 就是 就是 天赋与 还有超高 禁止的 这个人群的 这些 金融理财师 他们都处于一种 要退休的状态 在未来十年 会断层 在美国 会断层 就是说 年轻人 不够了 然后这些人 老人家都要退休 所以在这个行业 在未来十年 会有很大的 合并的潜力 现在已经在发生 就是说 小的机构 合并到一起 就成为一个大的机构 因为那些 创始人 做了很多年 二三十年 他们退休了 所以他们没有 后继无人 所以在美国 欧洲都出现 这种问题 然后第二点 在中国来讲 也是这样 我们中国 也其实现在 这个财富管理行业 也在 就是说 一直在往前推 但是问题 中国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国内的 这种思路 我不是说 评价 银行怎么做 他们怎么做 但是大部分的思路 它是反过来的 它不是说 从这个客户的角度 去设计东西 而是从他能够 卖什么东西给你 从这个产品的角度 去给客户 的推东西 就 我今天有保险 我要推给大家 那我就去卖 一百个客户里面 我每个人都要去 我要把这个卖给每个人 有三四个人想买 就行 我卖出去 我去赚这个 没有错 这个不是说 他做错了 但是我就去说 他其实是一个 不能说是一个 从客户的角度 去做的一个财富管理 或者是说 资产规划的 一个 一种 这种模式 所以 就是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 也好 不是说海外 美国 欧洲就做得很完美 不是这样的 他有他的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某个角度来讲 国内的这种思路 有一些 就跟这边 有些不一样 但是整体 从职业的角度来讲 真正的理财师 是很欠缺的 中国也欠缺 我们在中国的 目前的那个 首席运营官 就是李总 他是第一批 通过这个家族 金融理财师资格的 是上海高金的 一个培训班 还有国内的一个机构 财富管理机构 做的这个认证 但是第一批 通过这个考 因为我们认为 对这个人员的培训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行业 需要很多人来做 而就是说 未来也仍然会 就是高速的发展 就是说 年轻人感兴趣 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你说 什么人适合做这个行业 这个叫应论而已 但是归结到一点 如果你这个人 秉承着一个 为客户服务这种心态 就不是说非常 自我的这些人 不管你的技能有多差 你都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技能技巧 你都可以改变的 你可以提高 你英文不好可以提高 你的技术水平不好 你可以提高 你个人说话 有点结巴 这个都可以提高的 不是说不可以提高 最关键你要有这种 为人家服务 为人家解决问题 这种心态 就所谓中国人所说的 精诚所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种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满足别人需求的这种想法 其实就是决定了 你能不能做这个 对吧 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 如果说你不是真心 想要帮别人 其实做不久 就是做不久 也别人也会感觉到 刻意 就是不舒服 尤其是像他们 这些成功的家族啊 人啊 他们阅历 就是阅人无数嘛 所以说 就是我们真诚 也不是可以装出来的 他们真的是能看出来 我每一个人是否真诚 是否从他们的角度来出发吗 我觉得这个工作 对个人魅力 个人成长 知识 各方面要求都很高 不过我觉得 不管我们有没有加入到这个行业 或者是有没有人愿意来让我们加入 小伙伴们 听众们 可以努力朝这个方向 我觉得作为 就是自己事业啊 或者做人方面 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标杆吧 嗯 对 不一定说一定要做这个创业 你才这样 就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发展 或者说自己的心深心愉悦 都是挺有帮助的 那今天 利昂又跟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高精致加班的这个情况啊 就不同国家 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加班名字 我也听的是天花乱坠各种名字啊 然后又觉得很有趣 不同国家 不同的都很不一样 然后也分享了您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案例 怎么提供服务的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建立信任啊 然后怎么样跟人沟通啊 这方面的话题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用的 那关于这一块内容 您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在节目的最后 对的 我其实想最后讲一个 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个理念 其实这个并不是我提倡的理念 很多人都提倡了 包括巴菲特 甚至包括我们中国的高领张脸 他都说到这个事情 一定做投资 一定要怎么说呢 一定要看长期 要做时间的朋友 这点是确实是真的是这样 我们往往会挤工尽力在做投资 不管是股票投资 期货投资 房地产投资 我们 就是大众一般来讲 的想法都是很短期的 做投资 但是我所看到的 越长期的 就是越 厉害的投资人 越富裕的家族 他们越看长期 因为短期你跌了百分之十七二十 他们 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不是这样的 也不会因为这个 所谓的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他也不会喜怒哀乐 因为你这个上上下下多少个点 因为他们看长期的东西 他们 所以这一点就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 投资的角度 你总是看短期的话 因为等到你看到短期的时候 你基本上都已经是 人家已经看到了 所以你往往是在跟风 那跟风往往就是会 经常会被割韭菜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那就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你要真正要在 从投资的角度 你一定要看长期 看长期的趋势 包括政治的趋势 经济的趋势 人口的变化 这些东西 一些刚性的需求 它是不会变的 那这些你才能够 买准这个投资的机会 然后你要持有一定的年头 通过像巴菲特所说的 富利的这个 等于是说 它是有很高的一个爆发力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往往你追求一个 短期的收益的话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 没有办法一口气 去成一个胖子 做时间的 做时间的朋友 我觉得这句话 我也非常受用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 就是能够喜欢我们这期节目 然后跟 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 然后关注各种各样的 金融财经的消息 然后我们一起成长 那谢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跟金视角聊人生 感谢您的收听 请在各大播放平台 和公众号上搜索 金视角 订阅我们的栏目吧 金融的金 事件的事 角度的角 一键三连 从我做起 我们下次再聊 感谢您的收听